美食 sailors 美食Cooking Show 关你 你好,我是Kevin 大家好,我是Claire 你是录得太累了 你是录得太嗨了 好像都没有力气跳 不是啦,因为我觉得你很奇怪 你怎么兴奋啊 当然啦,因为如果说你 你辞掉工作不做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煮 谁说的,我要看红宝石 你知道今天食材是什么 今天这个食材啊 真的很像红宝石 闪亮亮的,你看 对啊,其实这是很棒的 牛番茄 说实在的,我们记得那天去参观 那个牛番茄的农场 很特别的地方是当我们要采收 看到满园子又红又大的 牛番茄啊 你真的很想就是,赶快都采收完 一下子的工作全部一车就完了 对啊,其实 自己种,自己采收 其实很有成就感 我们没有参与前面的一个重的一个动作 可是光采收啊,哇,就很兴奋啊 有没有,哇,你看,而且你看那些大姐啊 她们在采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秋色 对,她都要快很准 不能说,好像这个要不要,那个要不要这样采到晚上都采不到多少 对啊,你这样讲,人家在讲你,想很久了,还没有采到半颗 很像一下子的功夫啊,最主要啊,它有一个牙一转就掉下来了 对 你如果像了很久,然后又采错了啊,等一下那个番茄啊,你还把它牙栽坏了,对不对 对,那我在那边我特别喜欢挑像这样子,那么红的哦,像我手上的哦 因为她们通常要送到北部南部哦,所以她要挑的不能太红,有没有 哇,你看,哇,真的好美哦 真的,哇哇,大丰盛耶 真的很好,我觉得我现在在番茄园会比较快乐一点 对啊,所以如果我以后老的时候哦,如果有钱买那个菜园啊 我觉得我们退休应该住在菜园里面 嗯,而且可以每天做番茄主题料理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呢,大家要以番茄来做主题料理 这道料理其实呢,真的很功夫,要有很多的爱心 嗯,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要先做,教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变化 是用,教用番茄做的茄汁意大利酱来做变化餐 对,OK,那我们先来浇这个spaghetti sauce 其实自己做的spaghetti sauce,因为新鲜番茄加的多 嗯,所以它不需要太多番茄酱,把它更健康 OK,好,那我们先来测温度 一般我们煮这个spaghetti sauce啊 我们的肉会好像油跟瘦肉的比率会参在一起 对啊 那我比较建议说,你把肥油分掉 你来说,你把肥油分掉的话 那你这边的话,只要用一点点 15g而已 一点点就好 很少,很少 那因为你混在里面,你没办法逼油 你的蒜末浆货爆得不够香 你来说,所以我们先来爆油 这是一个新方法,尤其把它创新 以前只是把肉混在一起干爆 现在还把肥的跟瘦的要分开 对 可能是你去参观农场之后,你越来越像他们一样 很挑剔耶 是,因为真的,你刚刚你看他们很用心栽种的东西 就想把他们的东西煮得好吃一点 对,就不要太多的那个,你看 我们只要把这一点点油把它爆出来 水珠快跑就可以了 OK 那你这样把它摊平 OK 那油出来,我们先来爆香蒜末跟姜末 OK 然后再来炒瘦肉 那你的肉就不会炒到水水不香 因为你这个有油在里面,你懂得说吗 那这个油也不会觉得肥肥的 因为你已经爆出来,它就比较感觉不油腻了 OK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把它盖起来会比较快 所以在这里,其实你会发现 每一次凯文老师在示范这样的一个健康料理的时候 就是很花伤脑筋 为了都是要把这些营养锁住 对,所以还好有那么伟大的女生在后面 伟大的妈妈,我是你的妈妈吗? 真的要,谢谢你 知道你辛苦了 我知道你更辛苦了 还好我嫁给你了,什么都没有 大宝石也没有,红宝石也没有 就是有红番茄很多 就是红宝石啊 对啊 OK OK,你看 好,马上了 你看哦,油出来它比较吃起来不会那么油腻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蒜末 姜末 OK 好,那你这样子会,你的肉酱会比较香 因为你的蒜末、姜末都有爆到浅浅金黄色 那我们现在把它摊平 OK 然后我们 如果把姜末、蒜末炒在肉里面 其实姜跟蒜的味道不会那么够 对不对 就这样煮在里面 因为你的这个肉 就是它,因为肥油跟它在一起 它的肥油没有办法逼出油嘛 你还要得加 加额外的油下来爆香 好,那你看哦 我们这个已经有点浅金黄色了,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肥肉加进 瘦肉加进来 OK 其实肉酱不用煮那么多 因为我们今天新鲜的番茄 如果你到超市买那个酱 是不是没有肉 对啊,大部分最省事 其实说实在的 如果你真的很省事 要把它这些酱放到碗里面去烤 大部分是买现成的罐头 比较容易 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爱心 爱心再来就是说 当你要做这样的一个丰盛的健康料理的时候 你要很细心的 你看你今天我们用到的洋葱丁 番茄丁 红萝卜丁 这些东西我想说实在的 光切这些就要很多的爱心跟那些 对,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油对不对 好,那我们把这个洋葱 就来爆香葱 洋葱先来爆香 OK 然后呢,我们这个肉有没有 我先把它翻面 OK 把它翻面一下 然后呢,我把这个酱 豆瓣 豆瓣酱放在肉 加一点黄豆瓣 加一点辣豆瓣 在里面 这个酱会比较香 这个肉会比较香 可是我们洋葱在这边爆香 OK,很简单吧 那我们这样子一层一层在煮这个肉酱 你会发觉你比较吃到这个食材的营养 如果说你把它每一次翻,混合 它其实你都混合到 它的营养都一直挥发掉 OK 其实我想很多观众是没有参与我们配菜的过程 可是我也收到很多观众的回响 他光看我们的节目 就觉得我们节目跟别的节目不一样 多了很多的用心 对,你看我们 没关系,你所做的上帝看得到 对,谢谢你 你看得到就好了 真的 我很重要啊 你很重要啊 因为上帝是一定会体恤到我的爱心 要把这些营养主保留着 因为这些每一个洋葱、蒜末、姜末都有它的好处 我只是比较心疼你而已啊 好,你看哦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肉跟豆瓣一起拌 OK 今天瓦斯的火有点飘 飘,没关系 OK 然后呢,这样就放一点这个 我们放一点这个冰糖在肉这边 然后放一点白胡椒粉 然后我们放这个 还加肉桂叶 对 肉桂叶 OK,洋葱一定要先爆香 OK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意大利酱 真的是有结合台式的 就是说台湾的style有点像肉酱 可是又结合意大利的风味 全部是纯洋葱跟番茄去煮它 对,OK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一层一层下来了 先番茄先下来 OK 好,番茄下来了 那我们的番茄酱就在这个番茄上 因为我要吃比较原味的这些食材 所以我番茄酱马上盖在这边 先盖了番茄酱蒸摄 对不对 然后你才把其他东西一一铺在上面 对,那你有没有点一点水 对,就要浪费掉 OK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 这个铺在上面 OK 把这个蘑菇铺在上面 看,我可以帮你找一个人 接替到你的助理就好 不要,我要你 为什么要换人呢 我太老了,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不会啦,你虽然快50岁了 可是因为吃健康 你看起来像30几岁 不要在大家面前公布我的年龄啦 OK,这样子啊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红萝卜丁 这样子一层一层 观众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凯文老师又做一个创新 就是一层一层的覆盖 依着食物的属性来放 那这样的醬汁比较不会混合在一起 对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煮酱一定是混合 统统混炒就好了嘛 你干嘛那么高纲呢 没有,这个要吃它的原味 像这个是新鲜的玉米 OK 所以我们这个增加甜椒跟这个 最后再加 所以原味的魅力就在这里 让很多的爱心跟用心呢 去了解它的层次 然后选出它的价格 因为我现在一滚小火 还好有我这种人认出你的价值啊 谢谢 对不对 谢谢 那这个我们滚了 如果说不是很大丁 滚了小火大概12分钟 如果你切比较大丁 滚了小火15分钟 看你切多大 嗯 然后呢,我们才来加卤笋跟甜椒 好 OK 你懂意思吗 不然这个会过手 速度有点快 那我这边呢 好 已经煮了 12分钟 时间不够 能不能先预备一锅 先12分钟了 那我现在把卤笋先加下来 所以卤笋最后放 对 那如果妈妈们要 怎么讲 如果她们喜欢说煮两份 一份要冷冻起来 这些菜都不能加 你只能加到那个 就是不能加那些菜 对 有些像我们小朋友要带便当 对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些 第一遍的 就是纯肉燥的方法 菜不要先加 因为菜一旦加进去 很容易变味 对 那一直重复加了 小朋友就不吃了 你只能把那个蒜末 酱末 然后肉燥炒好 OK 洋葱番茄什么都不要加 那你把那个肉燥 把它一份冷冻 等你下个礼拜要吃 因为伯格汁酱 可以很多吃法 你可以配披萨 你可以好多吃法 所以你可以一次煮出来 我们要开始来做应用片了 对 我们来做应用片了 那我们这边呢 今天的应用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我配米粒 意大利 米西面 米西面 OK 所以这个面 米西面是不是当做饭来煮呢 跟平常烫意大利面一样吗 烫意大利面一样 可是它很容易连在一起 所以你要煮之前 你才来 才来润湿 才来洗 过水 对 洗两遍 因为你很早洗起来 它会一坨一坨的 会粘住了 对对对 会一坨一坨的 OK 那拉 对对 然后呢 我们就放到滚水 滚了小火六分钟 OK 好 这样子要滚了 OK 然后小火转六分钟就OK了 OK 那我们今天呢 要用这个酱 除了你可以 这个煮那个米西面 当然 我们今天是要 因为番茄 已经加在里面 那有些时候 番茄来烤 整粒也是很好吃的 有 帮你准备好了 番茄碗 如果有这么高等的食材 这个牛番茄的时候 有时候很棒 我们把里面的肉挖出来 就利用它本身的番茄的 一个形状来做一个碗 对 那我们直接 那就可以变化 这种变化的用意在哪里 其实最主要是 让小朋友或你的客人 有新鲜感 对 像我们结婚十年了 要不要新鲜感的啊 你要啊 你要啊 对啊 对啊 没有新鲜感 如果你整天都跟菜谈恋爱的话 我就落跑了哦 不会啦 其实 其实 其实我做菜 是要帮助 全天下的人之间的 你也知道这使命对不对 对对对 那其实我 晴云堂也煮东西给你吃啊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们再看一下 OK 等一下导播又会画圈圈了 好 哇 你看好美哦 真的 你看乳笋刚好 有没有看到 有啦 有啦 大家都看到了 对啊 你这样煮 你看这个乳笋 混在一起 跟这样用不同层次的属性来放 你真的会看到 它的色泽是分开的 不是混合的 而且那个味道 哇 好多层次 对 我闻到虾味 我就可以忘掉 忘记 everything 对 忘记 对啊 怪不得 怪不得你好像不生我的气了 来 我没有生你的气啊 那我们现在呢 我只是纳闷啊 你先去拿一个碗来 小碗啊 好 我找助理要一个小碗好了 那我把这一半拿起来 先捞起来是不是 对 然后一半我要加 给我一个漂亮的碗 我要加这个米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滚滚是什么样呢 滚就是这样 你看到它冒汗的上面 滚就是上面 这样看起来上面的玉米好好吃 对 所以它冒汗你这转小火 它会那个把它熏熟 所以不要很多酱 腌过你的食材 这个啊 好 然后我们再加点巴西里 你现在这个寿司是要 装起来给人家看的吗 对 因为我不要那么多 来加米 米粒 哦 我懂 好 那我们就让人家感觉一个成品 酱料成品一 OK 对 OK 然后你就 谢谢你 所以我还是要你啊 你没有在我身边 我就不会呈现 我们可以撒一点那个吗 巴西里 好 那我这边呢 好美哦 我这边呢 就 我的米呢 在这边 我这边 米可以拌进来 好 这个 米我已经煮 有熟了 对不对 然后把它拌进来 这样米要煮多久的时间啊 六分钟 六分钟 然后拌进来 我可以拌一点起司 来 给我一点起司 给你两只一起用 不用了 起司 也有一点起司 那不要太多 因为有时候我会放在上面 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一定很爱这道菜 最近有一个观众啊 他看我们节目之后 本来妈妈 你知道他早餐怎么过的吗 他早餐就是跟隔壁包裹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现在小朋友早餐是这样 他就包裹给他怎么样呢 就给他那一个月的伙食费 给那个早餐进来 他的小朋友每天起床 就到那边报到耶 不是在家里报到耶 去隔壁吃早餐 然后后来这个太太 我真的很感动 这个学生 她看我们节目 经我们指点之后 现在啊 开始呢 按照我们教过的每一道菜 做之后 西大利醬也做啦 什么猪脚醋也做啦 什么饭啊 海鲜饭也做 然后他小朋友就问他妈妈一句话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家发啦 怎么现在吃这么好啊 可是他妈妈说 其实他伙食费减少耶 还比较省钱 对 其实你在家煮啊 小孩子是觉得说 哇 现在妈妈怎么都做这么高档的料理 是不是有钱了 可是呢 其实是不是 是妈妈的爱心啊 让这个小孩子改观啊 你看哦 我把它装进去 看你要吃洋葱 还是你要吃那个 番茄 这样看着好好吃哦 爸 我想他们看到意大利家 又可以变成一个 什么呢 是啊 你如果辞职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吃这些东西了 你在电视 你这是贿赂我 你在电视框里面 你就吃不到哦 你只是又很后悔哦 我比较喜欢吃番茄的 你只要吃番茄好吗 来来来装啊 一起装啊 好 哇 我想那个妈妈哦 哦 你看看西的 我买这个是 Mozera的那个cheese 所以它 你就买给观众吃 你也没有买给我吃 有啊 等一下就是你要吃 这每次煮完都给导播吃 导播帮你拍的美美 你不要 不要给他吃吗 导播也很辛苦 我们也要会有的 还有摄影师 你看 他们吃好吃的 听说我们很年轻的摄影师 都有宝宝 嗯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如果宝宝吃这么健康的东西 身体会很好 比较少去医院报到 你放的那么满 会掉下来的 我要满满的 这样感觉很丰盛 来来来 对对 我们还要进烤箱哦 对 要烤一下 好 那这个甜椒 还有甜椒的 你看 喜欢吃洋葱就吃洋葱 喜欢吃番茄 像我这样的 就加番茄 马快一点呢 然后我再撒一点 Pasili啊 最后再撒 不是现在撒 烤的时候还有香气 最后起锅在家 OK OK 你偶尔也要听听我的话 好 是 老婆最大 不然你等一下吃掉 没有 没有 你也不行 没有 不是这个蔬菜比较大吗 你看 好像包食耶 蔬菜怎么会比你大呢 当然你比较重要吗 蔬菜买才在有啊 你没有了 就没有了 你知道吗 哇 你看会坎西的意大利 茄汁 因为这是莫茄莉拉起司 好好吃喔 来我们现在抹一点油 我觉得其实 有时候不是那伙食费省的问题 是你在爱心在烹煮的时候 你的小孩子感受到什么呢 那个爱才有价值更高 对 好棒 老公的也是 像我们家没小孩啦 我老公就煮给我吃 也很有成就感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烤 OK 好棒喔 你看 对 真的是看起来好美味喔 来 你如果没有办 谢谢你突发奇想 如果你没有办 我每次都说我 我那个太 做太多 然后就发脾气 现在你看到美丽的东西 是不是心情很好 对不对 我们 我要看一下前面的时钟 剩多少时间呢 你有没有看 时钟啊 有啊 你今天帮助我那么多 我可以看三分钟呢 那时钟 时钟还有四分钟耶 好 等一下你的那个米啦 时间到了 没有今天的起司 太棒了 对 这样子哦 还没烤 我已经觉得非常好吃了 对 那烤过这个洋葱会更甜更棒 那我们烤法呢 不要用烤箱的烤法 烤箱常常我发现外面烤的时候 它烤得皱皱的皮疗疗啊 现在不会哦 你看我们这样烤起来 加热一下 哇 我要放起司 对 最后啦 几片就太甜了 时间又不够了 你再这样慢慢看 好 你前面都是你乱讲话 然后再骂我 刚才你都讲那个 有的没有的 我讲的话是很重要的 我讲的话是要教官僧 怎么锁住营养 我讲的话是要炒气缝 那这个最后 我们两分钟再放 我给它先烤 好 因为这很快熟 不要全部盖住要若隐若现 爱情也是这样 若隐若现 好吗 爱情啊 对啊 就不要 好 我知道 来 这个 你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吗 你很奇怪 没有啦 我只想那个番茄那个片烤 我们那个番茄片跟甜椒的盖子 那个盖头 烤个两分钟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面哦 哇 好美哦 有没有那个 那个绿 在这里 在这里 老板 对 看一眼 你是老板啊 我不是老板 我都你看在做 你看 你看 这个米 这样子有没有 好 它变大了 就是滚了小火 就是不要 其实不用去动它 因为你是要煮才煮 好 煮下去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意大利酱 大部分不是配饭 就是配那个面条 今天我们也可以让一种是留一点创意 放在番茄碗 甜椒碗 洋葱碗 有不同的造型 是一种情趣 另外一种呢 有时候男生比较实际 他大外的啊 对 那我们的面放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面倒下来 其实 如果说你要直接拌在你的酱 你就不用 你就不用和冷水 你很忙耶 这样索要稀了 来 给我那个一下 这个这个 好 来 好 我呈现一份 你看好美哦 好 ok 然后呢 我们把那个酱 来 酱在这个 这个酱淋上去呢 还是 放在旁边 还是 都可以啦 看你喜欢好不好 你想摆什么样子 你自己觉得就 我喜欢摆这里 你偏偏摆在这里 这样也很美啦 那我们就来一点酱好了 汤汁给我 汤汁给你 给你摆 女生就煮漂亮的东西 心情就好了 有没有生气 生气 我有生气过吗 有 你常常生气 可是你现在看到美美的料 是不是 你在电视机 观众前面破坏我的形象 没有啊 女生应该生气啊 女生是最大的啊 男生就不能生气 我们还是要 引起你们的注意 这样你们男生常为了工作 都忘了旁边有个老婆 OK OK 不太多 你看这样很美 然后撒一点这个 对 OK 非常好 这样也不错 好像拌饭一样 很好 OK 撒一点 你看嘛 你要花多一点时间跟我互动 是 不是一直跟菜谈恋爱 对对对 好 对不对 我再改进好不好 再改进 我知道了 现在就不要跟观众你们交太多 我要多跟我太太多一点时间 Kiss一下 好 然后观众说把我File掉 她没有学到东西 你亲太多次了 她会被咔咔咔咔咔 可是我如果满足观众 我没办法满足你啊 我只能满足一个 我当然满足你啊 不会啦 你今天还是教的满仔细的 观众可以体谅你 最主要是牛 我喜欢吃罗曼 牛番茄爸爸会很开心 我们把他的番茄做这么多的变化 对 像这个 这个罗曼 请你把那个碗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了 碗 等一下 还有另外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是这样子的 好像一个船这样 你又忘记看时间了 好 时间到了 船型的 好 那摆在旁边 做造型 OK 就这样子 一个酱你可以做不同的变化 搭配米形面变成意大利酱 茄汁意大利酱米形面 然后呢 你也可以搭配生菜罗曼茄汁 还有呢 就是 还有呢 就是这样 来一锅 你看吧 美丽的 哇 不同的茄汁意大利 对 我们要烤大概五分钟 番茄粥 还没够 可是呢 那个这个番茄这样烤个两分钟 这样就很好吃 把它盖起来 好吗 这个可以吃哦 要跟观众说再见了 OK 观众拜拜 所以复习材料 还要听营养师讲说 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吕炳元 很高兴一起来为健康把关 今天这个低子茄汁意大利酱呢 我个人觉得说 对于喜欢吃意大利菜的人来说 真的是一大福音 因为这道菜的设计上呢 除了把传统意大利菜的美味 把它充分的保留下来之外 它很有巧思的就是把这个意大利面 放到番茄 洋葱 还有甜椒里头去 那这样的做法 可以让我们在吃这道菜的时候 吃到更多的蔬菜 那蔬菜里头的维他命 矿物质 抗氧化的营养素 就全部都吃了进去 所以这道低脂的茄汁意大利酱来讲的话 就变成说是一个又健康又美味 又有创意的好菜 那这道菜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内容之外 其实它也是一个 这个叫做地中海饮食的一种典型的代表 所谓地中海饮食呢 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说 少吃红肉 那么多吃鸡肉啦 用这种方式啊 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取 那另外呢 在烹调上建议多用橄榄油 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所谓的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量 那另外就是呢 多吃蔬菜水果 可以有比较多的 维他命 矿物质 还有些抗氧化的这个营养素 那么今天这道 低脂茄汁意大利面呢 可以说是呢 比一般的这个地中海饮食呢 更加的健康加倍 真的很适合大家一起来参考 那么吃出美味 也要吃出健康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道菜的热量 低脂茄汁意大利酱 一人份里头呢 有蛋白质14公克 脂肪7.5公克 糖类59公克 纤维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蔬菜在里头啊 所以有7公克这么多 那么热量呢 有359.5大卡 小新鲜汁意大利 也要吃出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看 就是我们一起来看 就是我们一起来看 有一个小出来的热量 也要吃一个热量的热量 就是我们一起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